一段时间以来围绕联合国人权高专访华 美英等西方国家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政治闹剧 他们先是公开施压 强烈要求高专访华并访江 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在中方同高专办通过平等协商 确定高专访华的安排之后 美英等国又跳出来不遗余力的干扰破坏 对高专访问指手画脚 为访问设立种种条件和障碍 真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自相矛盾 自我打脸 他们关心的到底是人权 还是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工具化 事实上别有用心势力编造的抹黑新疆的世纪谎言 恰恰是美英等国 自身人权劣迹的真实写照 美国历史上通过屠杀 驱赶 绝育 强制同化等手段 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 美国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 美国还是任意拘押 滥尸酷刑的老手 英国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 曾在军事行动中残忍杀害平民 美英等国应该切实证实并纠正自身存在的系统性 长期性的人权问题 给世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联合国应该对美国英国的人权问题做出客观评估 并提交相应的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